这个你在干嘛呢 看下面你就知道了 哦 不是那里的出人吗 这个游戏有毒啊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月 今天来推荐一款奇葩游戏 战争模拟器 英文全名叫 头 头 头 那那么算了 现在可以看到 红方已经严阵以待 一分钟之后 他们将和蓝方展开激烈的战斗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 小朋友他们现在一定很紧张吧 你们直接开打吧 好的战争打响 我们的红队兵分三落 哇 七八个红兵追着蓝兵打 他们显然有些招架不住 哇 哇 以多其少 非常公平 胜不交败不得 这三个红兵向新的目标出发了 蓝兵根本不是对手 红队胜利了 哇 红队这次的队型非常有意思 几十个盾兵围绕着一个棒锤兵 凭什么是他站中间呢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盾兵们 喂 你好 在吗 因为他最勇敢 不会他力气最大 因为他长得最帅 因为他 臭流氓你看哪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让我们来听一听棒锤兵自己是怎么说的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人家的爸爸是国王了 好的 战斗打响 有没有看到 这些没有乱 这些居然没有乱 人家小王子斗志昂昂的向敌人进攻 作为王室圈脉 他一定拥有最强悍的战斗 小王子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 好的 新的一轮战争又一次打响 红方派出了四艘龙船 但四 他们全其的桥头过不去 哎 道路千万条 安全 红队现在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啊 最毁模式的开启导致他们视频所剩无几可以说已经是全军覆没了 哎哎哎哎你们俩是一堆的啊 由于红队大多死于自杀导致蓝队的KPI指标无法完成 于是他们决定 自己人杀自己人现场上的只有三个蓝名内斗啊 哎不对居然还有一个红冰火灶 哇一打二好有的红冰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加油啊红冰还在坚持还在坚持 哦 不 他被打进了水里 很遗憾 红冰还是没能扛到最后 啊不 他回来了 他没有死 谁都赢了 不 只要想起就一定会有军界 哎呀妈 这什么杀掉游戏啊 对了 阿阳的小卖部终于开张啦 打开手机淘宝搜索阿阳小卖部 各种可爱的小物件等着你哦